会升天的奶牛 你好啊 你好啊小火鸡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铝鱼 今天继续回到SUSA的Guy 噩梦火鸡沉睡版 我们一开始先是在沙漠关卡 开这个小车 让自己挂掉通关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 这是第二关吗 看起来像过山车一样 看起来我是缩小了吗 窗户感觉都比我大 我肚子还是依然坚挺 看到没有 这不start 这什么东西 怎么冒出个小球呢 这为啥会冒出一个小球 这什么东西 go 会啥我能从望远镜前面 看到一个枪呢 我明白了 我最后是要通过这把枪 自己挂掉吗 要推这个小球吗 哦这是一个蝴蝶效应是吧 我是要跟着这个球跑吗 还是怎样 这应该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吧 它是一连串的蝴蝶效应 那这地方我过不去啊 怎么办 哦它过了一个木板 哦它会撤回去了 这就很恶心 我们该怎么办 哎 怎么划得越来越快了 我这铅笔 怎么成的小鹿 哎 怎么有个面包片下来了 什么鬼 哎 这地方有木板 完了 时间要来不及了 跳 跳 过来了 还可以 这什么东西 我的跑酷技术还可以吗 那小球去哪了 不管那么多 我们就一直往这边跑吧 什么时候没有路了 我们再停顿一下 对吧 我觉得现在就抓紧时间赶紧跑 它应该是和这个球赛跑的 我懂了 它应该是时间到了之后 让那个枪 哎 完了 完了 我觉得掉下去就要重来的 它应该是个小球 到达那个位置会激活那个枪开火 我们要比这个小球先到那个上面 然后等着那个枪朝我们开火 应该是这个样 还是像刚才一样稳稳的 这次一定要集中精力 啊 我去在乎这个小球了 就在乎眼前自己的跑酷 哎呦 我自己的肚子太大了 有点挡视线 你知道 它会把我给 如果说可以的话 我就直接去那个齿轮那里了 对吧 这是吸铁石互相吸过来的箱子 哎 这次稳稳的站在上面来 然后要抓好时机跳过来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它那东西太小了 我是要跳到这上面吗 这个声音听着 感觉时间不够的样子 就一定要静下心来 哎呀 纸杯吧 这是能容量我这个体重吗 就我的体重不一下 把这纸杯都压垮了吗 我接下来要跳到这上面 是吗 然后有个电梯 我要乘坐那个电梯过去 好吧 我要做这个东西 这前面是一拉罐嘛 没有牌子 坐电梯 坐电梯上来 应该是 到把心的那个位置 哦好 开枪射火 哇就差一点 我们就差大约一秒钟 就离这个枪口就无缘了 次序混乱 什么鬼 刚才看一个大货车过去了 这叫次序混乱吗 哇 好吧 我应该是在一个梦的时空里面 第二关这么轻松的话 那第三关在什么位置呢 第三关 诶 亮了 TNT 哇 这一看就是我们要被这个炸弹给炸死嘛 但是 诶 这什么东西 我这个脑子很笨的 你不要给我弄这么多需要解密东西 这啥玩意儿 这是按钮吗 踩在上面怎么像 这是哆啦哀梦的竹蜻蜓吧 这是 诶 这什么锁还开了呢 这里面有一张纸 诶 这有个信箱 我是要把这个纸放到信箱里面 嗯 还有这种操作 诶 这信箱 弄好之后也没发生啥呀 诶 空头 哇 这个还有空头的 这给我送了一个蹦床 哦 我懂了 这个我往里放的是什么纸张 他就送我什么东西似的意思吧 哇 那你这个就好办了呀 我应该是都要把这些东西弄齐 然后去完成什么东西 啊 这太简单了 一开始的话 一定要去蹦这个地方嘛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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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sz 诶 诶 诶 好 放在这上面 我们就跳到上面 好 上面有另一个 消除婷婷 我们就可以拿到 另外一个纸张 诶 诶 可以合成道具 这个太棒了 诶 这什么东西啊 什么 纸张的组合 告示牌上 没明白 诶 这地方咋过呀 哦 可以 踩 这好像是一个弹红板 来 我们等待它的诞生 这东西在盖上 他还会再出现嘛 哦 它是可以复制的 我懂了 这个弹簧板我们适时塞到这个信箱里会发生什么 哇 这个有意思 信箱咋该啊 这样 等待空头的降临 快 神圣的空头 哇 有点像那个复制东西的仪器 诶 这什么东西 这弹簧板有什么可用之地吗 哦 这地方有告示牌弹簧 那懂了 那就应该是把这个东西 用到这个方位对吧 这游戏有提示就太棒了 没有提示的话我可以怎么玩这么大的地图 放在这个上面 诶 我可以跳到上面是吧 我可以跳到这个上面 诶 它别动啊 为什么要动 不要动 OK 诶 可是我跳不到上面呢 这怎么办 哦 我懂 诶 这东西 哦 可以拉伸的 我跟它智障一样 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通过跳到这个位置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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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前面怎么办 哦 前面它告诉我们了 要用那个 那这个关卡感觉还是比较简单的对吧 难不到我的聪明材质 诶 但是我那个东西那儿去了 诶 这个板子翻了 别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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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别翻 给你挪到这个位置 就完美了 诶 我觉得应该再往前一点 好 对吧 这样我们就完美了 我们就可以跳 然后再弹过去 诶 我们就可以拿到下一个道具了 但雕像的什么位置呢 诶 对了 上一关我好像雕像没有拿 啊 雕像的什么位置呢 上一关 哇 完了 强迫症犯了 往这边走会发生什么呢 诶 这边走 跳 跳 就有一个梯子 爬过去看看 又有一个道具的东西 就是弹弓 弹弓的话还不知道该怎么弄 我们远路远回 诶 远路好像返回不了 诶 那边也有路可以走啊 我可以跳过去吗 诶 可以跳过去啊 这个路也太细了吧 你确定我的体重不能把他压塌 你这个不科学啊 我现在体重已经非常的重了 由于我现在喝啤酒喝太多了 这啤酒都越来越严重 接下来我该跳到梯子上面 哦 那边还有小屋 一不小心就掉下去 前功劲气 这就很恶心 什么东西 这是气球 这两个道具结合在一起有什么用呢 还是不太理解 我应该能到那个小屋里面 诶 那个小屋里面会不会就是我们的雕像 诶 我是这么想的 钱啥也没有啊 就是个装饰 你在逗我们 哇 这么大天梯炸药 应该能把这个地区给炸毁吧 好吧 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一开始根据地 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 弹弓 气球 这些管它又没有什么用 我们都让它复制一些 先从这个地方入手吧 这个地方说要用这个跳板和弹簧 但是 啥意思呢 没明白 诶 等一下 是不是可以组合道具啊 哇 不会这样嘛 那你这个就跟那个VR Rick and Morty 差不多了 真的能组合道具吗 我是猜测的 尝试一下嘛 对吧 万一行得通呢 万一能行得通 这作者脑洞就真的够大 感觉C不进去啊 应该不好使 我也不不好什么期望 但是很很 诶 获得成就 诶 好像可以 能砸死我们 哇 果然是一个弹簧跳板 真的可以 那你这个关卡难度可能就会高一点了 希望你每个地方都有这个提示牌 诶 我应该是 诶 我怎么自己跳下来了 应该是到这个位置 对 按一下 我们要上这个山 上这个山 弹簧跳 这上面是 这个电风扇有什么用呢 你这个电风扇有任何的用处吗 电风扇过去了 我看这边 诶 这个TNT怎么走 总是一下亮一下 哦 他不该 他给你提示的现在显示问号了 这怎么办 他说气球 这样什么 诶 你才能过去 他就是不告诉你 我那地方有断的地方 那该走吧 我能 我能拿我的仪器下去吗 应该是不可以的 你现在手头有什么 有这个电风扇是吧 弹弓 还有牛 这些东西我们都没弄到 我们试试把这个 弹簧踏板放到这个前面试一些 放到这个前面试一些 诶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好 试一些 我跳 诶 果然上来 但上来有啥用呢 哇 前面的位置好像还需要两个东西 同时踩住那个按钮 才能再拿到最后一个道具 我的妈呀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道具 这个就有点难了 兄弟 诶 我有一个办法 你说我如果拿着这个气球 和泵床 放到一起 会不会弄一个可以浮空的泵床 我是这么想的 诶 我想让他砸死我 你知道吗 快砸我 快砸我 诶 我怎么进箱子里了 这不科学 诶 果然弄出了一个有气球的东西 可以让这个泵床直接飞到那个位置 我就能跳到那个平台上了 但是有点难实现的 关键是他不会飞走 哦 我用电风扇 我这次明白电风扇的用途了 把这个纸上能不能花一些钱呢 对吧 花一些钱 我天天拿这个东西去召唤钱 对吧 我就变成有钱人了 这么小个风扇 你用这么大个箱子 不节约这个都放到这里 可以把吹走是吧 这个方位行吗 哦 真的可以把他吹走 他到底停在那个位置 不要停在那个位置啊 兄弟 我可以拿着他吗 我可以拿着他吹的 诶 兄弟再吹远一点 完了 这个咋办 诶 等一下 诶 别掉 我我我我跳起来的一瞬间吹一台 诶 他吹到上面了 太棒了 哇 真的行得通这种方法 一到这边 这游戏脑洞太大了 来 放到这个位置 我后悔了 我应该要三个 我能够弄一个气球残簧蹦 诶 还是不行 这个力度不够吗 我们再离远一点 哇 我好不容易弄来这个东西 一定要让我跳上去 好 这什么东西 这是宝剑吗 反正飞过去了 我们也不在乎那么多 我们不在乎那么多 我们 我们不在乎那么多 诶 我那电风扇没了 没关系能复制 这什么东西 哦 弹跳装置 哇 这个就厉害了呀 那么可以去我们所有想去的地方 诶 那地方好像也有一个小装置 我们过去去拿 这还用什么弹簧仪器 这需要跳过去就可以了 跳 跳 本 诶 这地方小心点 这个太细了 我的天呐 哇 这是在玩火 跳到这上面 诶 蹦 擦擦 蹦 擦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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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踩中那个按钮吗 好 踩中了 它飞走了 我们再蹦回去 诶 这个电风扇不要再吹了 浪费电能 诶 话说你是怎么吹起来的呢 不清楚 诶 这个奶牛 奶牛是什么鬼 我可以召唤出一堂奶牛 但奶牛的话应该是飞到那个地方 哦 用气球 气球奶牛 我太聪明了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计划 让奶牛可以带着气球 我要弄个弹簧奶牛会发生什么呢 不管我们一会试一下 弹簧没有奶牛啊 你这属于气炸 哇 会升天的奶牛 你好啊 你好啊小伙计 这个奶牛也需要电风扇吹一吹它 但是这个电风扇怎么吹它呢 为了引燃这个炸药 我花多少心机啊 天哪 好吹到那边 吹到那边我怎么过去呢 吹啊吹啊我的骄傲防纵 完了 完了 他到那个位置他不动了 怎么办 他隔空了 然后吹 没吹过去 完了 应该可以他应该吹过去了 我们把他关了 好先放到他这 来小奶牛你过来 我们慢慢来 把你从这边吹到那边 再从这边吹到那边 呃这个我该怎么过去呢 哦这边有梯子 有梯子 好 然后的话我们 诶这个上面是怎么回事 这个上面是怎么回事 等一线 吹 等一线 他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东西给砸掉 是这个弹弓能不能把那个气球给打掉啊 不知道啊这弹弓射速好慢 诶 好像打破了 哦 内蒙版碎了 但奶牛也掉下去了 好像发光了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诶 小奶牛怎么还在这 你好啊 弹弓射你 诶 诶 为什么打在他身上变成半了 为什么会这样 哇 这是 雕像 为什么这关的雕像这么复杂 好吧 我们弄了半天才弄到个雕像 来就是要把他吹到那边 哇哇哇 不要乱跑 接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把你吹到那边的大路 但是感觉有点难弄 你无法用你的眼睛去 好 怎么可以用影子来判断他是否在中间 哇 最后一步了 最后一步了 我们只需要把你吹到那个位置就可以了 呃 你需要站在这个位置 好 清化的小奶牛 吹过去啊 吹 好 其实有点过头了 无所谓啊 我们接下来就是用弹弓瞄准 那个小奶牛 应该能炸吧 哎 哦破了破了 哎那牛呢 哎牛呢 哎 哦我的牛在那个位置 好吧 我们弹弓瞄准那个小奶牛 好破了 因为我们手里只能拿一个道具 所以说就拿我们那个可以撑杆跳的东西 在哪个位置 我太聪明了你知道吗 我节省了很多时间 好 呃 这个小撑杆跳先放在这里 先 先 哎 先松手 先先留在这里 知道吗 我得把你挪到这个按钮这个位置 好 哇 哇 终于激活了 我们可以跳过去 哎哎 容易掉下去 这地方又有背景音乐的收音机 我不关它了 哎 哇 这个路有点险 哎 我是不是跳错位置了 最后一个道具是啥呢 啊 那是说引爆天梯的装置吗 不清楚 哇 我可算来了 我等你等的好苦啊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里有根线 哦 是不是要把这个东西 碰到这个线上 哎 哎 不行啊 但它上面被炸给我动 哦 我懂了 我懂了 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的设想应该能成功啊 我们还是要融合 融合这两个 你没发现它的把手比较像引爆那个炸弹用的东西吗 我是猜的 不一定能正 如果说这样还过不去的话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因为我已经找齐所有东西了 所以说 希望我运气好一点 这东西没有 哎 它已经安上了吗 它不是 那该怎么办呢 哦 果然 看到没有 引爆装置 哎 哎 吓我一跳 放到这里就可以引爆了 好 哇 这一关太辛苦了 快快炸掉 哇 完美 知道吗 我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体质 但是 在峡谷上面摔下去它不会死 非要被炸弹给炸死 我们也解锁成就了 那么非常感谢来收看 哎 这有个雕像 这个能拿吗 雕像拿不了 好 那么非常感谢来收看这视频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点个赞 并且免费订阅 或者戳一下关注的按钮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是李渔 记住每天保持续效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ok